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月厨房,我是新月 今天用南瓜加上一把韭菜,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做出来香甜松软,特别的好吃 做一锅就够全家人吃了,下面开始制作 不用清洗,先把瓜郎挖掉 把外皮去掉以后取一半,切成南瓜片 我们这儿称呼为北瓜,您那边呢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 冷水放入锅中,大火蒸10分钟 另一块南瓜擦成丝 韭菜去根,切碎 叶子部分切成小段 放入盆中,来10克的蔬油,锁住水分 把南瓜丝也加进来,搅合搅合 加3克的盐,13香和胡椒粉 搅合搅合,先放在一边 蒸熟的南瓜中加入一颗不笨的鸡蛋 搅碎以后倒入盆中 加3克的酵母粉,8克的白棉糖 搅匀以后静置5分钟,再加入面粉 边倒边搅拌 南瓜出水量不同,面粉随意加 最后揉成一个偏软,不粘手的面团,请发两倍大 醒好以后,加1克的碱面,中和一下酸性 取出来揉上3-5分钟 搅成长条,下成大小不均的小剂子 单个的小剂子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一个厚度1公分的面片 用尽全力,在面片的边缘,腌个花边 用叉子扎满小孔,帮助排气 像这个样子就行了 电饼成凉锅凉油,涂抹均匀 不开火,想办法把饼坯加进来 把韭菜和南瓜馅料加进来,弹均匀 两个不笨的鸡蛋,蛋清蛋黄分离 蛋清搅散,浇在上面 蛋黄放在中间 撒上黑白芝麻点缀 醒5分钟以后再开火 先盖一个高一点的盖子烙至2分钟 底部定型以后开上盖 上下火再烙至4分钟 全程6分钟左右就已经糊了 按压饼的边缘可以立即回弹 出锅了 已经满屋飘香了 先切开一块看看 南瓜和韭菜这样做特别的好吃 有浓浓的韭菜香 南瓜丝也特别的软烂好吃 搭配鸡蛋 营养丰富又全面 当一日三餐和早餐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是发面的 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多吃点 喜欢一定要试试哦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心悦 下期再见 拜拜